今天全台有部分地区天候状况还是非常的不稳定 在接下来有哪些特别需要留意的把时间交给玄同 好 确实从中午广东这边发展出来的望胜对流 在今天傍晚的时候是影响到台湾南台湾地区雨势是比较多的 短延时的强降雨势雨量都有来到二三十毫米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波雷雨带逐渐的通过之后 南部地区的雨势是有所缓和了 但是在中部地区山区还是持续的发布了大雨特报 而至于很多人关心在台东其实在五六点的时候 确实也有一度来到了湿雨量二十毫米左右 但这比较偏向于热力作用的发展 自己自发性的热对流 所以它其实很快的就过去了 而目前较强的雨势都在海上 所以一波过去之后 虽然在入夜目前趋势上来看没有更强的回波 但是要注意的是在云雨带这里 陆陆续续的移入还是会带来短暂的震雨 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 再来我们看到这一波雨是以累积雨量来看的话 在今天早上基本上中部的山区还是最多的 在今天一早的时候 在台中和平这里的累积雨量大概是四十多毫米 但是到了下午之后 这样的累积雨量又再度地增加了三四十毫米 所以台中和平来到了96.5毫米 另外像是在花林的寿林乡也有72毫米 而预计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南台湾会增加一点 而在中部以北才是降雨的热区 因为这一道封面逐渐的通过了之后 开始紧随其后的是东北季风 影响到的范围刚好就是在中部以北地区 所以接下来要留意的就是封面虽然通过 南部地区的雨势会有所缓和 但是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 其实整个中部以北都不排除 有可能还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 我们要特别提醒这段期间 还是最好尽量少去山区 因为余震很频繁 仍然有土石松落的情况 加入 好的 在这一波封面过去之后 接下来到了周末 天气状况又是如何呢 再把时间交给悬头 好 刚刚我们说到 这一波封面通过之后 其实它真的蛮快的 因为它真的不算是典型的梅雨封面 它就是移动型的封面 所以在今天晚上这封面通过 影响的就是东北季风 就是迎风面地区的降雨 我们来看到 未来几天的地面天气图 在礼拜四的时候 这个风面会一分为二 在广东这里留有一个 另外在台湾的东太平洋这边 西太平洋这边也留有一个 而在台湾这里 还算是一个相对不稳定的地区 而且时不时的 还是会有一些华南水汽 移入到陆地 但是在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日 开始环境风场 吹为一个东风 偏东南风 就剩下迎风面地区的降雨 而西半部地区的雨势 就会有所缓和 而目前看起来 在下礼拜一的时候 又会有一道封面 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 但是距离台湾 其实还有一段 所以影响的就只有中部以北 在中南部地区 则是以短暂的午后阵雨为主 再来我们看到 实际上的电量降水预报图 在礼拜五的时候 很明显的雨势就有所缓和下来 只有在东半部地区的阵雨 但是西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阵雨 就是热力作用发展所导致 而到了礼拜六 礼拜日水气是更少了 东半部地区的雨 还是会持续 但是西半部地区 甚至你可以看到阳光 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 但是山区震雨几率还是高 一直到下礼拜一 下礼拜二 这次的降雨热区 就会比较偏向在北部 以及东半部 而在南部地区 则是以热力作用发展的午后阵雨 而未来几天天气变化 依旧是很大 而在明天的时候 感受温度还是偏凉的 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